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6月3日 距離六四了一天 其實還有幾個小時 我們已經是下週 埋慢的時候了 我們要講一段 新聞大家十分關心的 就是有關於BNO的問題 最近 香港社會揭起一個 逐嶺BNO的風潮 我們看到很多那些朋友 以往可能忘記綠嶺的 最近也有很多人陸續申請 比如說有些區議員 幫忙幫人代簽 打蛇餅那些 寄去英國 因為香港郵政局 跟你說是沒有空郵 如果你要寄平郵的話 就跟你寄兩三個月 肯定沒有人會去寄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那個威力有多大 講新聞之前 我們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Facebook share 還有Twitter 那麼 月輝贊助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Payme 最新的號碼已經有了 60997651 60997651 今天要說這宗新聞 十分之 奇怪 但是我們一定要 拿出來廣泛討論 約翰遜投稿藍組 藍華組報 如通過國安法 張陽特 張陽持BNO港人留英一年 可工作鋪露成英公民 這個信息很重要 是 約翰遜就在南華早報那裏投稿 如果北京要強硬落實香港 的國安法 英國將會改變 其入境的規限 讓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港人 可以簽證逗留英國12個月 從而獲得進一步的移民權利 包括工作權利 日後可以秦始 成為英國公民 即是秦序漸進的秦 英文就怎麼寫呢 UK is prepared to change this immigration rules If Beijing imposes National security law on Hong Kong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we welcome China 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world community That we expect it to Abide b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即是說 即是說 這個大陸是違反國際條約的 當然是說中英聯合聲明 他 如果他的說法 你 簽證 一末一年 之後可能他出去兜個圈 回來又再在海裡住一年 那麼住夠多少年之後呢 那麼就可以申請成為英國永久居民 英國好像要住 要整五六年 好像 很久的英國 可能七年都未定 因為跟回香港嘛 或是以前香港跟英國啦 我不記得了 總之就是很長 總之就不是一兩年之內 因為這個 畢竟是一流國家 雖然我們經常批評他 但他還是一流國家 因為我們有朋友 好像是 搞英國移民 也好像要住七年 但是七年也好 起碼有個機會 可以 成為英國人 這是很重要的訊息 這個其實從來都是 很多香港是夢寐以求的一件事 以我們認識的很多人 包括認識很多藍絲 都是盛讚英國 很多藍絲 要看他們的WhatsApp 微信紀錄 當然啦 微信是可以刪除的 他從來都不支持微信 他們很多人真的沒有 剛才說的那些 很Blue Blood的那些 其實有一節有說過 他們是不敢公開說的 他們是涉涉私語 喝紅酒 碰杯的時候 小聲聲說那些示威者是不是受錢的呀 他們會說這些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不會說的 如果沒有公開說的話 就找不到甚麼證據 但是 我認為也有大量的藍絲 平時在 在Facebook上面 黑黑白白的 全國馬鈴 就說你們這些示威者是活該的 全部都是 蟑螂 應該全部都打死了 但是他又會有BNO的 他又會想移民到英國的呀 那些就不要交給英國政府啦 英國政府呢 我也很肯定他就做不了那麼多事 這個呢 全民監察他 包括你跟他 common friend 你引了他Facebook很久了啦 你知道他是誰的嘛 把你 申請BNO的經驗 重複一次 把編好出來的那些CAP圖 聲明 如果你有那個PASSPORT身份 圈倒進去 寄去內政部 利物浦 沒錯啦 舉報他 這些傻子 傻子 傻子 我贊成舉報的 每一個 尤其是那些打死示威者呀 全部都是蟑螂呀 支持中國政府呀 這些行為 私為間諜呀 你直接是威脅英國國家安全呀 那是共諜啦 你當然要通報給MI6啦 還是不要寄給內政部啦 英國也是寄去倫敦啦 寄去倫敦啦 寄去倫敦啦 在倫敦 Beach旁邊而已 很容易而已 是吧 大家有看過的占士坊 也知道那座大廈在哪裏 那一條是在那裏 那一條不是倫敦 Beach 倫敦 Beach是另一條 總之大家看過占士坊 那個地址網上找到的啦 一定找到的 這些混蛋 擺明是間諜 是中共間諜 英國就是危害英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 每一個大家記得 大家不用擔心我們英國有神秘組織會處理的 我們有地下組織會專門對付你們的 沒錯 即使日日正的話 打算去英國他也不用在意 倫敦 Beach is falling down BITCH 你去光果啦 你去坦桑尼亞 布隆迪 你去坦桑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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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隆迪 根據今天那個情況 即是接下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是圍繞着北韓 菲律賓 坦桑尼亞 布隆迪 菲律賓 那幾個非洲國家 以後真的應該都適合了 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都適合很多種定義 包括專門做那些 非洲兄弟 英國這個舉動 其實我認為 他是故意的 故意做甚麼呢 故意在這個南華早播投稿 他怕你中國政府不懂得看 南華早播被馬雲收購了 馬雲副身家被你共產黨吞了 你一定會看的嘛 你們裏面有專門的英文五毛 有很專業的英文五毛幫你翻譯的嘛 你告訴中國政府 現在香港就成為 北韓 斯里蘭卡 緬甸 菲律賓 敘利亞 坦桑尼亞 布隆迪 烏干達 烏干達即是吃人的那個 吃人的那個國家就是烏干達 我們上次介紹非洲的時候好像有說過 沒有了 阿敏死了 所以 以後香港只能夠有這些兄弟國 作為他的 金融服務中心 新國際金融中心 接下來還可以處理巴基斯坦 為什麼沒有伊朗呢 我發覺沒有了俄羅斯 伊朗和俄羅斯 伊朗不夠邪惡 這兩個人是契哥 你契弟弟 怎麼叫我支持你 但是我想一下 這些國家 不夠伊朗那些那麼邪惡 還是 俄羅斯邪惡一點 還有什麼呢 那個叫做 阿富汗 阿富汗最近不是 有一陣子跟中國建交 塔利班 塔利班去中國 指導他如何反恐 因為恐怖份子就是最熟悉恐怖份子的運作 有經驗 說真的 中國也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例如 煮狗肉呀 吃人肉呀 這次 英國發放 向外發放的訊息 其實他等於變相收容香港人 他說到現在大概香港有35萬人有BNO 另外有250萬人有資格申請 他有計算那條數 他知道 最大數值是去哪裡 有資格的意思是嗎 你持有BNO 你的子女可以申請BNO 他有些特殊情況是有填過子女的名字 可以申請 所以這個也是他預算有可能有290萬 因為現在坊間在說這個數字 有290萬的香港人 是合資格 可以去英國 成為他的永久居民 這個 這樣做法出來 其實就跟 共產黨說 你不要我要 因為這些香港人全部都是 社會上 很有用人 不知為甚麼 約翰遜忽然之間 改變了他的立場 過往 英國 真的推極都不動 真的推極都不動 當然我們認為 現在最主要說服到約翰遜的人 就不是民間的聲音啦 當然啦 而是有人打電話給南韜文 那就是蓬佩奧 打給南韜文 就叫南韜文找約翰遜刮他兩巴 叫他快點 不然我們就做事啦 當然啦 看到大哥動手 弟弟跟著做啦 不過呢 先慢一點 你真的認真一點分析一下約翰遜 我認為可能 南韜文 和蓬佩奧真是很認真跟他說 不是蓋他兩巴 而是真的跟他說 既然 香港有那麼高的生產力 香港這塊地就未必能拿回 他就叫你不如你去拿香港人 解決你英國的經濟危機 你經常都那麼想要錢 香港有很多錢的人 有錢 有技術 有學識 文明的人 不吃狗肉 那你不接受這班人 難道你接受 阿拉伯世界的移民嗎 現在英國不斷收阿拉伯移民 我不明白啊 你要香港人就不要 這件事是很可憐的 根本香港這班人 就是 在全世界的收入來說是全世界最TOP的 1%的人 你最高 最富有的人你不收 你選擇 收一些其他地方的人 對你經濟沒有幫助 我覺得約翰遜應該忽然之間 想通了 可能他覺得 與其 舔共 拿五支 賺錢 S兩棟 不如賺了你香港人 S兩棟的錢 收回你們去做公民 嘗試去再次壯大一個國家 我覺得他真的是 改了刀路 他可能覺得 這條橋活動 他可能就開始想這些 其實美國也有類似的措施 因為蓬佩奧 都在那裏表示積極考慮 蓬佩奧也在說 他說開放給你們 給你們過去美國 因為說真的 香港這班人去到美國 其實他是發揮到美國的優勢 發揮到英國的優勢 這班人全部都是 死木人來的嘛 是不是 你說真的 有哪個地方的人 好像香港 那麼靈活 那麼易適應 也會 在那裏很大發展 很多地方的香港移民也是很大發展的 他們不是說帶很多資金 當然 未必好像大老老那些財大氣粗 但是他 可以 用老嘛 這件事 未必 是外國這件事 是外國是很欠缺的 因為你想想 幾百個香港人 都可以搞出一條血路出來 可以打出一片天地 那麼如果你是香港人 有部份去了英國 部份去了美國 我們真的可以放棄香港 你到大陸佬要 你就玩了 那麼當然 現在的問題 就是英國不敢跟 中共硬拼 只能夠走這一步 所以就是開放這個BNO 那麼 下一步會不會有硬拼的措施呢 不排除是有的 這件事真的是 現在局勢就沒有發展到 遲些就不敢說 那我們這節就講到這裏了 好 拜拜